成佛兵也是属于三病区的国贵医院 我们都第一时间到宅邻里住的地方 去为他们提供这个粮食 然后也了解居民们所需要的东西 也去到厂去慰问他们 到几乎每一个宅邻里中心 我们会去了解这个灾情 然后就是过后就是 当然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水灾来临 水灾来的时候 是政府会给这个500块的水灾援助金 但是这个500块的这个水化援助金 其实对这些灾民起不了什么作用 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损失 一次的水化他们的损失不止500元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政府能够 come out with他们的一个master plan 怎样解决这个一劳有佩的解决这个水化 怎么断不好啊